那这个现场呢 现在其实正在做的是一些 入库物品的一个分类和登记的一个工作 那刚才我们在直播的上一个时段呢 是在隔壁的仓库那边呢 那个仓库主要是对已经分好类的一些物品呢 做一个登记 然后呢按照我们在现场工作人员所列出来的 给每一个医院分发的这样一个清单 来装车运往各个医院 所以说两个仓库之间呢 可以说是一进一出这样的一个关系 好 我们一些网友刚才给我们留言说 还是想看一看出库 那这样 那我们看来入库这个工作呢 大家可能已经了解清楚了 就是一个下车登记 然后归类这样一个程序 那我们接着呢 我们再去到隔壁 看一看那边的这个出库的工作 那我还是接着像刚才一样 边走边给大家做一个探访的一个总结 首先今天呢 我们总台新闻新媒体中心的记者呢 是来到了咱们一个物资的一个集中分发的一个地方 这里呢是武汉市的国际博览中心 我们看到有两个馆呢正在做不同的工作 我们现在正要去的呢 是一个物资的集中和给派发的一个工作 那我们刚才探访的这个仓库里面呢 主要是做的是咱们物资的一个 谢谢你们把牌子里去一下吧 嗯好的 我们需要跟现场的工作人员 好谢谢 我们跟现场工作人员做一个沟通 好 有我的职责 嗯 好谢谢 嗯 好 配合一下 嗯 行 去一下去一下去 好好好 去一下去 我们到那边 从那边出 我们设备在那边 从这边去样的样的样的 我们去拿一下东西 这么说样的 就是的 嗯 样的样的 那我呢 不知房子庆祝 你放心 样的样的 从这边去就样的 别围乱我啊 好 呃 那个我们是咱们那个总台新闻新闻体中心的记者 我知道 正在做一个直播 没有牌子 刚才呢 我不能让他进来 好 刚才我跟你们联系过 您能麻烦跟他沟通一下吗 就是 我不会资源解决 比如说这个媒体这边 嗯 然后他从那边走 因为没说是 我们 看 这边没样的 样的 样的吗 你拍照我 猫猫都不让你们拍 呃 我问一下 我从那边出去以后 还能从那进来吗 就是我们要取一下我们的东西的话 我 谢谢大家